澳门不少富有南欧特色的建筑 近年频频被搬到大萤幕上 电影《伊莎贝拉》更特意来到澳门取景 拥有浪漫名字的恋爱像更是别具韵味 虽然只有短短50米 但吸引不少中外游客莫名而来 但除了拍张照留念 巷子里的店铺几乎是十级九空 想留住游客的脚步真的有点困难 在恋爱像附近经营穆家具 已经有11年的施先生表示 光是一整排的私家车位 和吸来攘网的拥挤马路 就让不少游客止步 对于文化局正计划在恋爱像社婚俗馆 还有小型电影院播放本土电影 施先生表示赞同 但需要考虑街道阻塞的问题 想要靠山吃山 靠着大三八适宜景点 带动恋爱像搞文创艺术 但如何能提升该区的商业环境 吸引更多人流 看来当局还是要多动动脑筋 外亚卫视蔡卫星李宾宾 二门报道